当窄窄下班的时候 将会打开 昂的开关 窄窄下班中 昂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收听窄窄下班中 我是阿直 我是布姑 我是啪啪熊 大家今天玩游戏了吗 好像今天没有 我跟啪啪熊一样是看阿直玩的 也对啦 因为这次我们要推荐的这款游戏 它确实是有一点点的操作困难 我觉得非常 一点点 我们还是非常难 OK 我们今天要推荐的这款游戏呢 它叫做廖天丁 然后它有个副标题 叫做 西带凶贼的罪奇 其实这个是日文啦 这个是当初 廖天丁 有人不知道廖天丁是谁吗 就是那个台湾 一个很有名的 所谓的义贼 有人不认识吗 我是 我是蛮清楚的啦 我跟布姑应该是知道啦 但不知道小朋友 知不知道 现在小朋友 对我们来讲 这个小时候都有看过相关的 怎么讲 绘本吗 还是小说呢 或者是广播也会有 对 电视剧是不是有拍过啊 印象中 好像也有 我记得我也有看过 就是以台湾的那个日本统治时期 那个时候 然后他算是有点类似抗日英雄吧 就是劫富济贫 劫富济贫的话 有点像那个罗宾和他 以欧洲来讲的话 有一点有一点 有一种那种感觉 然后 这款 这款他当时 我那个副标题 他就是以那个当时廖天丁 他 呃 伏法 对 在史实上廖天丁 他最后是那个 是 呃 算是 那算战死吗 也不太算 那个也不到战死 那 那也不算战 我觉得 对 那个就不算战 反正他之前 在跟警察以及 该怎么讲呢 就是在警察以及当地人的 围毫 没有没有 反抗之下 对 失去了他的生命 对对对 但是因为他具有那个 很浓厚的那个传奇色彩 所以他其实还算是 呃 蛮有名气的啦 小有名气的一个人 那 那么呢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款廖天丁 这款游戏啊 他其实在十几年 十几年前吧 他最早最早 就是这个作者 他以前是做了一个 fresh的游戏 然后那个时候 其实我有稍微玩过 就他最早期的版本 对对对 后来呢 后来因为好像 他只做到第三章吧 的样子 那时候 然后那时候也是吃挂包 那也是像现在这种游玩的方式 就是他是2D 横向卷轴式的那种动作游戏 啊 我想到我今天要干嘛了 我忘了去买挂包 嘿嘿 怎么突然间 因为昨天看阿子玩的时候 就看着那个挂包 就觉得好想吃这样 很突然 这样好啊 因为 因为啦 当时好像这款游戏 我那时候也是看别人 在玩 那时候是免费游戏嘛 我有点忘了 反正那时候就是有稍微摸一下 大概2004年的时候 我还蛮早以前了 嗯嗯嗯 后来 后来他最近就是 有要 就是好像是有 有跟人家合作来干嘛 有兴趣的人可以去查一下 我觉得应该 也有一部分是因为Flash 就是要停了 哦 那个是很早的前世 所以他才赚吧 对啊 但其实Flash正式停去年的 诶去年还前年 好没关系 这不重要 然后反正就是后来就是 他跟 他跟有个游戏公司 合作来干嘛 然后就一起 就重制了这款 聊天丁 对 他就算是重制游戏 然后里面的 不管是关卡也好 还是角色也好 然后剧情什么的 他就把它更为深入的 去把它 还蛮细致的耶 对 尤其是他 把它当时 台湾那个年代的 所有的一些物件什么的 全部都原汁原味的 放进去这点 非常棒 他人数相当的多 我觉得 对 而且还有那种 你看路边有那个 在那边弹唱的那个 那个老太太 你可以听她在唱东西 然后那个其实 我记得好像 他们是真的去买了版权 就这类似说书人 的那种 就是以前收音机会 有播的那一种 真的超棒的耶 对对对 他们就去买了那个版权 所以你可以在游戏中 就现场听 我那时候就稍微听了一小段 但是因为大家还是想要 进行游戏 所以后来没有把它听完 这样 嗯嗯嗯 所以这款廖天丁 他在游戏中的话 他好像是五个 五个关卡 六个关卡吧 应该是 但我不太确定 其实他那个游戏 刚进去的画面 也是非常的 就是 深入 啪啪熊的心 哈哈 因为就 跟阿子在那边研究说 那该不会是 安阿彪吧 之类的 对 就是那个年代 我们 我们 我们这个年代 六七零年代的时候 还认得的东西 再更早一点 但是其实那个 那个阿彪好像是我 爸爸妈妈他们 小时候会玩的东西 对 就是还要再更早期了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 他也不完全是 日志时期的东西 他其实 其实时间的跨度 跨得蛮大的 老实说啦 他就是把那种 有代表性的 台湾代表性的 或是大家会议中的 一些小 小东西 或者是那些品项 都把他纳入了 那些元素之中 他其实有点 没有那么的 他参考了相当多的实时 但是他并没有 局限在说 那个时期 真实发生的事情 他是一股非常 怀旧 有怀旧味道 他不是真的 历史走向 他是怀旧走向 是 就是你会觉得 浓浓的那种年代感 那种时代感 就那种扑面而来 对 我是觉得感受那个气氛 真的非常有趣 而且游戏本身很好玩 游戏本身 他跟之前 我们之前介绍的三款游戏 都是比较偏剧形象的嘛 那这款廖天丁 他的剧情 其实也是有啦 但是就是很好猜 就是那种 你一看就觉得 啊我知道 我知道 这边一定有 那个廖北亚在 或者是 啊我知道 我知道 这个周一定会这样 就是很好猜啦 对 对 可是就是 实际上的话 你在游玩的时候 他里面就是在很多关卡 然后一些操作什么的 因为 我是用滑鼠玩 对 阿子还玩爆了一只滑鼠 对 因为他有两种 他有两种模式 一种就是 简单模式的那种 义贼模式 那另外一种就是 那个 困难模式的 凶贼模式 啊当时就是 踏踏熊怂恿我 然后我们就玩了 凶贼模式 对 另外一个好像叫休闲吧 就是感觉好像 比较轻松一点的感觉 对 就狭到嘛 然后那个时候就 反正就是 后来实际上玩的时候 我是觉得 关卡设计很有趣 然后 虽然有一点点的操作难度 但实际上 你久了之后 你就大概知道 你可以摸手那些 角色的动作 或BOSS的动作之类的 你就可以一招一招这样猜 整体来说 我觉得是一个 让我玩起来很 很觉得很有趣的一款游戏 嗯嗯嗯 好怕像在旁边看 也觉得很有趣 对 旁边看其实也很有趣 更有趣的是 他的配音啊 有台语 应该说全部都是台语 然后还有日文 嗯 日语的发音 再来最让人特别的是 应该是第一款吧 他用了台文 你们知道台文吗 就是 呃 他的字幕啊 你可以选择中文 简体中文 繁体中文 然后跟一些其他的语言 但是他其中有个叫台文 就是 我们把台语写成字的样子 对 可是有点难 懂 阅读上 用台语来念 但是他如果 他如果是每句话 都有配音的话 其实 开台文是没有什么问题 对 其实听的话是没问题 但阅读上 没有办法 那么快的去转过来 对 没办法那么快 直接的 去转过来说 他在说什么 这样子 嗯嗯嗯 所以我们看阿子丸的时候 用的是繁体中文吗 对不对 没有 原本是台文 对 不顾你进来的时候 已经切了 我们一开始 还挑战了台文 已经切成繁体中文了 对 我其实我在看 那个对话的时候 他虽然没有 每一句都配音 可是我脑袋 也就会浮现那种 中文 台语 日文 台湾国语 就这种交杂 你隐隐 你就会觉得 你好像听到了什么 但他其实就只是文字而已 但你会觉得 你听到了什么 而且我也很喜欢 我也很喜欢 他那个过场之间的剧情 他是用那种漫画格子 一格一格一格 这样子的方式 有点漫画的方式在表现 过场会有比较多的配音 嗯嗯 就是也不错 就非常的 非常的震撼 嗯 就是 我觉得他是一个 很有诚意的一款游戏 不管是整体来说吧 非常的 具有台位 对 但是手残挡入 我跟布姑 可能就还是只能看阿滋丸 不然我可能连第一关都过不去 就我们两个一边看阿滋丸 一边讨论说 我要怎么把这个 我要怎么操作这个角色 跳上去 跳上去根本只是基本而已 但是我们跳不上去 对 然后还要各种组合 自己搭配 我们就觉得 我们剪了枪 我们可能就无法 再做别的事情了 那个 对啦 真的是有一点难度 像我一开始的时候 我光是前面第一道关卡 我就卡了很久 因为我这时候在摸索说 到底要怎么组合剂 光是一道墙 要怎么爬上去 你就可能要反复横跳啊 然后再加上那种什么 特殊的那种攻击剂 然后想办法翻上去 就是你的操作 真的是需要一点点的熟练度啦 它的操作其实蛮精细的 而且它有一些陷阱 就是会藏在你没有想到的地方 你就会被戳到 但其实应该说2D 横向卷轴动作游戏 大部分都蛮哈口的 像以前早期的 恶魔城系列啦 或者是洛克人系列啦 这些 其实它们都是一种 很考验操作技术的游戏 其实2D 爸爸熊只有玩过那个 就是很传统 那个练那个 英文键盘的马力欧 马力欧 马力欧还蛮好玩的啊 而且马力欧其实真的要玩到 玩到很专精 其实也蛮哈口的 很难对 很难 我就是完全就跳不上去 我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就没法跳到下一个 我就会不自觉的开始往下掉 或是去陷阱里面死掉这样 对就死掉了 所以 真要我说啦 我个人对于游戏的分类来讲 2D横向卷轴 动作游戏 都是属于比较偏中高 难度的游戏 大部分 大部分 所以这款游戏虽然我觉得很有诚意 然后画面音乐跟整体表现都非常的具有水准 可是 如果真的手残 如果操作如果不太够 你可能就没有办法玩到后面 对 还有你要有一颗坚强的滑鼠 对 阿祖我不小心把我的滑鼠中间按爆了 太激动 但是 我觉得异贼模式应该不会难到那样吧 应该不会 应该 下次我们来试试 可以 我们看阿祖文就好 我们看阿祖文就可以大概猜得出来 手残挡入我们 然后这款游戏它其实有分歧结局 诶 是哦 有有有 虽然 我觉得应该说 理所当然的猜啦 就是反正因为事实上 廖天廷最后死掉嘛 对不对 那我猜一个结局一定就是 廖天廷最后死掉的结局嘛 对不对 然后一个游戏 大家一定都嘛 想要有皆大欢喜的结局嘛 所以一定有一个廖天廷活下来 然后只是 只是假死的结局 我猜 就是一定是这样子 嗯 对 但实际上在游戏中 嗯 你要达到好结局的话 它其实有很多前置条件 在游戏中 它其实也不算是一本道 就是你可以在很多场景中 接一些小小的支线任务 然后有些支线任务跟一些 你可以借着这些支线任务 来达到一些 嗯 你的能够达到good ending的那种 的前置条件 对 大家可以摸索一下 其实阿直说到支线任务的时候 啪啪熊突然想到 我们在玩的时候 就看到那个 种植柑橘的果农 然后它有一头水牛嘛 我们就在那边讨论这个是不是合理 我就觉得我们也是很好笑 因为为什么种橘子要一头牛对不对 对 但其实这个是到后来才会知道 哦 什么后面有哦 这个就暂时就不讲了 剧透这样子 到时候我们的话就知道 好啊好啊 那时候其实我们是直接想说 奇怪了 你要水牛的话不是种田吗 为什么你种橘子 你还是要一头水牛 对啊 为什么 真的超奇怪的 后来看到后来结局才知道 哦哦哦 原来如此 哦好 好啦这个 这个有点捏它了 就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我觉得 纵使其实捏它也没关系 因为这款游戏 它主要还是在 乐趣是在于那个操作上 就是你如何战斗 跟如何就是 穿越那些陷阱 对那其实才是这款游戏的乐趣 第一张的凶贼模式的那个boss 其实还好 打很久 那其实是因为我当时还不习惯操作 后来熟悉的操作就知道怎么弄 所以我觉得可以挑战看看 大家有兴趣可以玩玩看 是一款我觉得玩起来很有乐趣的游戏 真的我觉得它很棒 但是手残档还是怕怕 我们可以 可以当云玩家 可以看阿滋玩吗 对对对 可以啊 可以啊可以啊 有兴趣啦 但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啦 它的评价还不错 整体评价还蛮不错的 希望它的休闲模式是真的很休闲 我觉得游戏本身不会休闲到 如果真的对于手残 真的不太行 我觉得还是建议玩那种 电子小说类的游戏 像我们之前介绍的那三款 揭秘啊或什么的那种 没有时间限制 我觉得文字游戏可以 就是有点动到脑 但实际上没有很多操作 对对对 这样子的应该比较适合 对大家可以自己分类 啊就想要有点挑战的话 可以试试看这款游戏这样 可是我觉得廖天丁已经算 其实我观察了 我就觉得其实不算压力很大 因为我跟啪啪熊都很不喜欢看 都很不喜欢玩那种 有时间限制的 就很令人紧张 然后复杂组合 对 那个是因为是我操作 你们才觉得压力没有很大好吗 真的哦 我自己在操作 我都压爆一只滑鼠了 压力很大 对啊 我可以感觉到阿芝很紧张 他可以无伤重来 然后在一个一个小关卡之间 是可以好好休息一下的 没有 你那个 你死掉之后角色会喷钱好吗 你没有发现右下角 钱一直 啪啦啪啦啪啦 一直喷掉 没有没有发现 而且阿芝紧张到都没有时间 跟我们两个闲聊 对 因为我玩游戏 其实不太会讲话啦 除非就是 我特别要替大家介绍 我才会边玩游戏 边跟大家讲 不然平常我 对 平常我玩游戏 其实是很安静的 对 对 OK 那六天丁这个故事 我觉得 他其实内容就是 我要介绍故事大纲嘛 我们都已经讲到这么后面 才要接受故事大纲 我觉得只要讲到六天丁 大家都可以猜到故事大纲 对啊 反正就是那种 把那个奸商啊 偷了奸商的东西 然后分给那个 分给那些贫穷的百姓啊 或者是对抗日本 日本当时的警察啊 然后解救其他百姓啊 之类的 可是以现在的观点来看 这样实在是说不上一个 不知道欸 反正是混乱缘吧 有种隐医也有这种感觉 你知道我是没有梦想的承认了 如果是以D&D的那个阵营来讲 他的话 他那个叫做混乱善良 这样 就是不手续 不手续 然后但是他是善良的 这就是侠道 本意是善良的 对 就觉得是会造成更多的混乱 好 对不起 我不该用这种角度来玩这种游戏 这不是重点 阿姑你把 你把我们的气氛弄得有点这样 阴沉 OK啦 总之就是这样的一个游戏 我觉得可以玩玩看 真的 还算有趣啦 如果大家喜欢这种 二D卷轴式动作游戏的话 我就可以尝试 或者是 你想要去感受一下 那个浓厚的台味 我觉得你试试看 帕帕兄还喜欢他在喝茶的那个储存点 那个茶的那个配音啊 做很可爱哦 对 然后还有那个挂包都是 我觉得非常 非常细致 害我都想吃挂包啊 对 OK 就大概是这样的东西 那就推荐给大家 大家可以去试着玩玩看 好 那另外两位你们还有什么特别想要聊的吗 没有 没有 我们的台字游戏到这里告一个段落 阿哲还有没有什么想要推荐 我想要试试看的游戏吗 很多啊 其实很多啊 很多啊 可是我想说至少把一些那个 有相关的拿出来 挑出来讲 所以就挑了这几款 算是都是台湾 台湾制作的游戏 哦 附带一提 之前那个 忘记是谁 有特别讲了一下 就是我们最早的那部倾听话语啊 它其实 它其实是日本游戏公司 底下的台湾分布的 那些分布的人 他们自己 出来做的游戏 这样讲会不会有点那个 有点牢蛇 就是制作者真的是都是一群台湾人啊 只是他们原本是在日本游戏公司底下 只是因为说他们想要试着做看自己的游戏 所以他们就 他们就自己试着做一款游戏 就变成倾听话语 不过这个就是题外话啦 就是题外话 感谢听友指证 对 就是补充啦 对 好 好 那我们关于游戏的推荐系列 应该就暂时到一段落 那之后有机会 我一定也会努力介绍游戏 有问题 好的 那就先这样啦 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拜拜 上班 上班 我们要工作 上班了 回去回去工作 就先是 Immunсы 完全没工作 并哦 便 还是